包公器官 中国古人说 摆善孝为先 意思是说孝敬父母是至关重要的品德 父母为养育子女付出所有心血 作为儿女 就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历史上 因孝顺扬名天下 留名史册的人不计其数 包公为父母器官的故事流传至今 包公是中国古代一个有名的清官 也是民间最能代表公平和正义的化身 而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为人称道 包公从小就显出才气 年仅28岁就考中进士 并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得到一份官职 但是当年老的父母不愿跟他离开家乡时 包公毫不犹豫地辞去官职 留在家里照顾父母 包公的孝心受到了官员们的一致好评 他們已经在享受地震 她在充电 从小就行 前面 我去年 被视频 被远离家乱 운�